- 北京时间8月11日,进球网消息,赛维利亚的安德列希尔瓦的转会与AC米兰达成协议,转会方式是足键,足键合同是一个赛季。 - 明年夏天,赛维利亚可以出资3000万欧元买断安德列希尔瓦,时间在2019年6月30日之前,安德列希尔瓦去年夏天以3800万欧元加摸AC米兰,过去一个赛季发挥极其糟糕,24场联赛尽有两球入仗。 - 由于AC米兰的俱乐部财政状况不佳,今年夏天又已经了衣瓜音,因此安德列希尔瓦以非球队主要球员,所以球队希望清洗他来换来了一部分赚会费。 - 早些时候,AC米兰体育主管莱昂纳多接受采访时表示,他却信安德列希尔瓦今年夏天会离队,他离开的可能性就在那里,我们需要继续看看。 - 值得一提的是,安德列希尔瓦上赛季在欧联杯赛场上表现不错,打进6球,帮助球队杀进欧联杯16强。 - 值得不、消费 fals迹。 - 值得赛.. - 值得赛 disg сторон,刘开合用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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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